台西香港所為家鄉向來的風雨 是派出親家庭教好好機構廟墓 以及社区關懷基點營營的營養 使用赤綠酸辣來消毒 另外也幾月後禮拜開始使用環境擁有 來做警察全民的消毒 鄉民就要多給注意 國來本土案例情家已經新聞 台西香港所為家鄉向來的風雨 這兩天是經濟派親家庭教好好廟墓 以及社区教育基點 使用赤綠酸辣來做消毒 申請之後我們國際館 老人食堂還有學校還有寺廟 我們都進行 用赤綠酸辣來全面消毒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將疫情境界的提升到第二級了後 關注中央的選擇也想來選擇到六月設備為止 所有學校都來停止對外開門 國學校也有自己加強方的作詞 穿到對地的學校實際對走龍 有六頂一起禮等頂頂 小朋友比較多組織的頂層 來做家庭的消毒 那麼在校園環境的一個檢測 監控這方面就是出入的人員 我們一定要量額溫跟耳溫 那學校方面我們在掃地的時候 我們也會泡製吃綠酸水 讓我們小朋友就是提升消毒的一個頻率 老大人每天都會去的社區基點 雖然是照常開門 但是是都要來地好水暗 以及就要保持適當的記憶 適當的共餐是該為可以帶回去家裡吃的便當 另外後禮拜開始 香港所會還有沾對網堂的環境擁有消毒 消毒優的優勢是比較強 鄉民就要給予注意國村的消毒時間 我們社區的環境措施就是從每一個人 先從口罩帶齊 然後保護自己然後也保護大家 然後我們社區共餐的部分是 因為響應政府的政策 就是派便當 把餐和便當帶回去吃這樣子 清潔隊他們來幫我們這邊做一些消毒 我們也會提倡個人勤洗手的觀念 我們19號會各村 各村陸續來消毒 全面消毒蚊蟲的部分 我們主要這一次會針對15村 使用環境用藥進行全面的消毒 它的效果跟刺濾酸 效果會更好一點 所以我們也為了我們鄉民的健康 我們鄉長也一再的指示 要讓我們的鄉民 健康受到保障 雖然增加所在是不比大多次人多 不過讓它工作也是要做好 千萬不要因爲一時的所好 來讓鄉民在處出現 報告 繼續往前傳採用報告 到這邊 消毒蚊蚊蚊蚊蚊蚊